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又到了两个礼拜一次的智琳的健康时间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复健科的智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关节炎 那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旨就是希望可以传递一些正确的医疗保健的观念 然后让大家可以不要再用一些错误的方法去延误你自己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 然后延误到自己的一些病情 那我们会每两个礼拜然后有一些新的题目跟大家分享 那请大家之后两个礼拜准时收看 那稍微的自我介绍一下吧智琳 好各位晚安我是智琳 那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我是物理治疗师 现在在复健科诊所上班 那之前呢 带过了一些养护机构啊小医院这样子 那原本我也没有想说会在物理治疗这一块 就是从事这个行业 那当时候呢就是在考大学的时候 那就是当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不晓得要读什么嘛 出来之后比较有用这样子 那刚好那时候的主题啊议题啊 就是老人话跟少子话的这个话题 非常的一个就是大家讨论很热烈 那那时候呢我爸妈就想说 如果大家就在讨论这个话题嘛 那以后老人话是一个趋势 那这样的话健康的产业应该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后后来就蛮幸运的就考上了物理治疗系 然后呢就就是从事物理治疗行业到现在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那就是像三人讲的啊 我们就是做这个节目的一个用意之一呢 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概念 对医学的概念 因为啊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感触 就是因为刚才讲到嘛我在养护机构待过嘛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说 那个看到别人这样的状态 就是卧床的啦 生病的很严重的一些问题 可是我们都觉得 这些都是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只不过是照顾他们的人的人缘之一而已 都会觉得同情啊 然后但是呢 比较没有办法 就是完全的就是所谓的感同身受 可是那后来呢就是因为我的姐姐跟我的妈妈 就是在前几年 相继的就是有一些重大疾病 就是癌症的一个发生 所以那时候才发现说 哇原来就是真正我们家人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 哇那时候的冲击啊 那时候的压力有多大 那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们健康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生病会产生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负担啊 像那个经济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啦 我爸大家都知道 我年纪到一个程度之后 大家都知道退休 所以呢 退休之后的生活 那之后的这个日常生活 这些开销什么的 这也都是个问题 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就觉得说 那在这方面呢 就是给大家一些简单的 健康的一些知识 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了解一下 不要延误了病情 有什么问题还是要跟医师讨论 所以你是因为家人生病了以后 你特别有感触 对对对对 我们应该要传递一些正确的医疗保健的观念 然后给大家 没错 那刚刚讲到说 这个人只要生病 这个经济的部分就很重要了 对对对对 这就是我常跟大家讲的 我们一定要在状况还很OK的时候 就去思考 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总不能等到我们的身体状况变得不好 我们才来思考 怎么当时没有好好的保健 保养 那这样子 就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这样 到时候你要花更多更多的力气 才有办法让你恢复健康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你现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 就可以保持自己永远这样健康下去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这个关节炎 其实关节炎这个议题 我相信很多人家里的长辈 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就是关节炎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腰痠背痛 站也痛 坐也痛 反正怎么样都痛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可以请志玲稍微的介 这个介绍一下 就是简单一点 介绍一下什么是关节炎 我们的宗旨就是 前嫌易懂 让大家有个简单的概念 在这边不是致病 大家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然后有任何的问题 都要跟你的治疗师 或者是你的医生 好好地讨论一下 那我们关节炎呢 其实它就是身体基本上 只要有关节的地方 都会产生关节炎的可能性 有关节的地方就有关节炎 对对对 都有关节炎的可能性 只是一般常见的 所以等一下 关节炎就字面上就是关节发炎 对 这么简单啊 很简单 它的概念就是非常的简单 只是你的部位而已 就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肩膀的关节炎 产生50肩的一个现象 对不对 所以它方向又更大 对对对 它是一个大的范围 那其中你什么部位 像肩膀 就是肩关节炎 那肩关节炎其实又有很多问题 那我们今天讲的 我是把我们今天的主题 会放在膝关节的位置 膝盖的关节的位置 那基本上刚才讲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膝盖呢是因为它是我们沉重的 因为身体的重量就在这两根肩膀 我们的下肢嘛 下肢就沉重 那不外乎就是我们讲的足踝关节嘛 从最底下足踝关节 然后膝盖的地方 然后再来是宽关节 宽关节 然后再来腰嘛 这些都是我们沉重的一个关节的一个区块 下肢的区块 所以就是我们讲的会有腰痠背痛啊 这些问题 然后再来是 脚趾不算 运动伤害 脚趾就是放在那个足踝关节里面 哦足踝关节 对对对对 足踝关节那个区块里面 当然它是 我们是一个大的这样看啊 它也是可以把它分出来 分成小的 就像我们讲的手腕 跟手指头 这个手腕 对对对对 可以把它再分出来啊 但是基本上我们讲的就是把它放在足踝 嗯 足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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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盖跟宽关节 腰 腰间关节这个部分 对 那我们今天 之前我们都有提过腰啦 然后跟这个足踝的部分 稍微都提过了 那今天我们来提膝关节 那膝关节其实蛮大宗的 在我们诊所里面 或者是医疗院所里面 常看到的 不外乎就是 呃肩膀嘛 然后腰嘛 然后再是膝了 嗯 膝盖的部分 肩膀 腰 再来膝盖 所以这这 这个是肩膀最多吗 嗯 再来腰嘛 再来膝盖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看你的什么族群 看族群 对对对对 50岁就是肩膀 上班族的这些嘛 老师嘛 上班族的文案员 或者是 呃比较劳累 也不一定 运动员 他们看他们常用到哪些部位 工作的需求啊这些的 用到什么部位 他的那个部位的问题就比较多 嗯 像老师这种就是手嘛 之前讲过的手嘛 哦肩膀 对对对对 呃 办公室这些文案的这些文员啊 这些 办公室的这些 就 肩膀 嗯 对不对 或者是有时候是那个 手肘的问题啊 这些 用到的地方 部位不同 不太一样 对 因为沉重 最常见的大概就是 膝盖的问题了 嗯 那竹崴的话大部分都是外伤比较多啦 嗯 竹崴是外伤比较多 运动的外伤比较多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膝盖这个问题 那膝盖这个问题呢 它其实也很多啦 它的 呃 产生不舒服的现象的也非常的多 刚好我今天刚好看到了一个图啊 蛮 蛮 蛮 简单明了的一个图 那你让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 一个 这个图 啊我会把它放在这个 短片底下的那个留言里面 嗯 到时候大家看会更清楚 对 这个这个图 好 那 你刚刚看到 它就有 看一下哦 它有分成前内外 外側就有四个 内側有五种问题 那呢前側有二四六七 七种问题 嗯 那 这个呢基本上 哦 大部分 就是 哦内外側 哦 就是韧带的问题 嗯 嗯 所谓的 内側的副韧带 外側的韧带 这种内側的韧带的问题 嗯 那这个大部分都是属于外伤性的 比较多 嗯 外伤性 对对对对对 外伤性的比较多 然后像运动员那些的 外伤性的比較多 工作人員 对对对对应操的意思 对对对对 嗯 然后 它前側这边呢 嗯 下次大家 呃 晚一点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复习一下 嗯 他有请到像关节积水啊 或者是所谓的病狗软化啊 退化性关节炎 哦 然后这些东西 这些就是刚才讲到的 也是 一部分是运动的比较多 也是运动的问题啊 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退化性的关节炎 退化性关傑 对ATT 데 就是除了你硬把它超壞的以外 它自然而然也会坏的那一种 对对对退化性的关节炎 那我们把这个拿出来讲 就是退化性关节炎就是理所当然了嘛 顾名思义就是退化性的问题 年纪到一个程度之后 大部分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问题 退化性的问题 但是有些人他不会有症状出现 有些人症状就很明显 那你如果说我们把大概就是40岁 40岁太年轻了 我们讲了差不多什么退休年龄好了 65岁我们现在法定的平均年龄是65岁 65岁以上的这些长辈 我们拿来拍片子 拍那个X-ray有没有 就是X-ray片子 大部分那个膝盖都多多少少有一定 那个所谓的骨刺 退化的一个现象 骨刺是摩擦最后产生出来的 为了要支撑嘛 对 骨刺其实它是一个保护机制 对骨刺对人体来说它是保护机制 因为你表示你有一部分的一个那个点压力太大 所以它是反映反映这个现象 所以它是反映这个问题 所以它长出来的去支撑它 对 对啊所以说如果说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图嘛 这样子的话 嗯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嘛 如果是你这边压力比较大 另外一边 你这边 它就会长出骨刺来帮忙支撑 它是一个退化 它是一个那个保护机制 同时它可以把它定义以为它就是这种退化性的问题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骨刺 但是骨刺就是我们讲的嘛 你不见得会有症状 嗯 嗯 就像我们上次讲到的 有没有像腰啊 颈部的骨刺啊 有没有要到神经啊 嗯 有一次 有要到神经就有相对应的症状出现 那没有的话那就没事嘛 对 就没事 那就看你的 呃 所谓的知识不良的状态是怎么样 呵呵呵 知识不良的状态 知识不良就会产生这些 会产生骨刺 然后也那个 知识不良的这个这个 产生的骨刺呢 运气不好 就是压到神经 压破大 那就碰了 那就很痛了 对 对 然后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呃 膝盖的这个部分嘛 有骨刺不代表说一定会有症状哦 嗯 他没压到 他不知道 嘿 那因为 我们的那个膝盖 基本上 膝盖内部啊 他 神经相对于是少的 嗯嗯嗯 都是少的 他大概就是局部的 呃 局部的一些表浅神经啊 跟一些运动神经的一些 跟我们腰椎啊 这种比起来的话 嗯 他的神经的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多 因为他是属于四肢的 他是从中间中枢这边 分出来四肢的 嗯嗯 所以他相对来说 比较不会有这种 所谓压迫到神经的问题 哦 对 他当然 他就是局部压迫的隔壁的一些软组织 嗯 不管是呃 关键挡啊 韧带啊 这些东西 对 然后产生发炎 哦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是 压迫到产生发炎 嘿 哦 一个是这样子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内部里面啊 其实我们的那个关节啊 他骨头跟骨头之间啊 有所谓的 呃 土里面也有 叫半月板 哦 半月板 对半月板 半月板 那你退化型的关节眼啊 他里面呢 一个是 他有可能是半月板的一个损伤 嗯 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是那个 我们骨头 没有 骨头的末端这边 骨头的末端的地方 会有 叫做软骨 嗯 能顧啦 软骨 那种软骨呢 他就是来做一个润滑 嗯 润滑的作用 跟一个 不直接碰触 嗯 骨头相对碰触摩擦 的一个作用 嗯 那他中间就是会有半月板 嗯 啊你半月板 如果你 你退化 退化之后呢 磨损太久了 嗯 严重了 嗯 他这个就会 那个 所谓的软骨的部分 他就会破损 会破裂 嗯 然后呢 就会摩擦 嗯 会互相摩擦到 对 那再来是 我们刚才讲到半月板 半月板 如果也受伤的话 嗯 也变薄了 变薄了 因为年纪大了 变薄了 或者是你是外伤 运动员那些外伤 受伤的话 嗯 他也会产生 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些问题 嗯 就是 会有产生疼痛 嗯 嗯 然后他变薄了嘛 变薄了你的关节的 你会看到人家讲说 啊 你的骨胖变壞去了 嗯 骨缝变密了 骨缝变密了 嗯 所以理论上 你有那个 呃半月板的话 嗯 不是有啦 大家都有啦 只是半月板正常的话啦 嗯 他应该要有缝 大概可能要这么大 他是一个 couchon couchon的作用 对没有错 隔离 然后couchon的作用 骨胖变密了 慢慢的呢 他一个是他变薄了 嗯 然后他就开始靠近了 嗯 他就会磨 磨到 那磨到 磨久了 他就那个 我们软骨会是会破裂 哦 破裂磨损 嗯 对 哦 所以成因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 其实就是你 你用太久 或那个粗力不对 或者是退化 都有可能啦 对对对 搞到最后这边 一直磨磨磨磨 他就发炎 发炎就会痛 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如果是 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 就是我现在如果已经有了 这个关节炎 嗯 比如说膝盖关节 我会痛 那这时候我该怎么 怎么怎么做复健 或者是我要做哪些事情 哦 当然啦 就是痛的话嘛 一定的就是 呃 多休息 嗯 嘿 少掉不必要的 那个走动 就是休息 休息 嘿 当然在疼痛期的时候嘛 就是休息 少掉不必要的 那个走动 还是要适当的活动啦 嗯 适当的活动 嗯 然后呢 你 呃 该吃药就吃药 嗯 去看医生嘛 医生给药 该吃药就吃药 那平常呢 如果 确确确确定了你是属于就是那个 呃 关节炎 关节炎的 退化性 关节炎 退化性的关节炎的话 那平常在家就是可以做多多热敷 嗯 不是他已经退化了啊 还有 热敷他就是 他热敷就是帮你就是局部的血液循环好一点 嗯 哦 对 改善 改善你的这个那个表 呃 表面的这个症状 嗯 疼痛的症状 嗯 基本上啦 目前啦 以目前的一个呃 治疗的方式科技啦 嗯 你的软骨 嗯 呃 半月板这种损伤的话 嗯 产生这种退化性的问题 嗯 基本上是没有一个 呃 百分百 嗯 说 哦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就可以 让他长回来 嗯 基本上还没有说 呃 完全的百分百 意思就是说 现在你们可能会听过 有一有一些叫做 那个 PRP 哦 PRP 对对对 PRP 那个打一个蛮贵的哦 打一针 呃 打一针要 一万多 嗯 嘿 不便宜 没有健保 那个是自费的 哦 嘿 那自费的 那 哦 目前啦 他是 我们现在 当然现在有在讲一些 就是 有在研究一些新的一些 所谓的干细胞疗法 嗯 哦 那PRP的概念有点像干细胞疗法 只是说他还没有 没有像干细胞疗法这么的 呃 呃 应该怎么讲 还没有 他那个是比较新的一个 嗯 呃 还在研究 嗯 更让他可以更 更有效率 或者是做得更好 干细胞 那PRP的话呢 他就是用我们人 他会先抽你的血 自己的血 然后呢 他会去做一个离心过滤 然后 把那个血小板 嗯 给过滤出来 嗯 然后呢 再加一点点药剂 嗯 促进生长因子的药剂 嗯 然后呢 再打回你的关节 把血小板打回关节 把你这个刚才你抽出来这些东西 然后再打 再多一点点药剂 然后再打回去关节 嗯 啊这个东西就叫PRP 哦 这个这个疗法叫PRP的疗法 就是打回去就不会痛 打回去之后呢 他就是用 呃 生长因子的这个 这个东西来促进你的那个 组织的修复 就是软骨啊 跟那个 所以实际上就是在做组织的修复 对 但是因为这个方式 我刚才讲 他的大概 目前啊 呃 就我听过的啦 目前大概是有 八到九成的一个 就是 呃 很好的 算是已经八到九成 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哦 几乎 对 几乎都有效啦 但是 还是说他 目前还是有人会觉得 花了钱还是没有效果 这样子 哦 对对对对 所以他还是 目前还是没有一个 我刚才讲的 没有办法有到一个 百分百的一个 一个疗法 嗯 就是说 假如我现在有 对 有这个关节炎 嗯 我就是休息以外 我还有这个PRP 这个方式 对 然后附件 对 那附件的话 当然嘛 不外乎就刚才讲的 热敷 电疗 然后我们可以做 一些简单的运动 简单的运动呢 我刚才我们 最开始就讲到嘛 为什么有些人 他有关节炎 但是他 可能不会有 诶 就像我说 我 我的关节很痛 可是 为什么 诶 你的关节就 没有那么痛 嗯 但是我们状况是差不多的 一样一样的 对 一样的严重 可是你会痛 我不会痛 或者是 压到跟没压到的差别 一个 一个是这个嘛 严重程度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 肌肉量 哦 肌肉量不够 肌肉量 对对对 在复健科里面啊 就是在我们人体的这个 呃 所谓的筋骨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先讲人体好了啦 其实肌肉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重点 最重 最简单的来讲 以我这个凡夫俗指 再跟大家 分享 他就是 你身体 没有足够的肌肉 去撑起你这个骨架 啊 这样子你就会 这就是 没啊没啊没啊 你就会痛 对不对 所以你要锻炼的是你的肌肉量 然后长成肌肉 请 有空看一下我们3333的饮食方式 来增加我们的肌肉量 让你这个身体可以被支撑的起来 他自然而然就不会这样子 好 因为他肌肉量如果够 过多的话 我们膝关节附近的肌肉够多的话 他会把压力给分散掉 那个叫做动态的一个保护一个支撑 动态的 等于保护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会帮你把那个 而且你肌肉量够多 你那边的 因为 这等于外面加了一个盔甲 铠甲 动态的盔甲 对 然后肌肉盔甲 对对对 这样子就 这是最最简单的方式 对对 相对来说他就会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 老人家没有 其实年纪到一个程度之后 他就很会有这种问题 会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他太瘦 肌肉慢慢流失 我们讲的那个肌扫症 现在一直很多 其实 有的很肥 不是瘦 那个肥是脂肪肥 不是肌肉 不是肌肉的健壮 不是不是 要练成这样子 对 很多 这样 很多人是肥胖 是肥 肥跟肌肉不一样 肥跟状不一样 不要搞错 对对对 所以说 现在很多那个 营养师或者是很多预防医学 或者是甚至一些就是 比较内科的那种医生 他们现在都在强调就是 年纪到一个程度 不是年纪到一个程度 就是大家都要是 要摄取到一个均衡的 那个饮食 跟优质的蛋白质 对啦 蛋白质要足够 蛋白质要够 而且是年纪到 而且我们现在台湾人以前到现在概念就是说 我因为有啊 我都吃很轻的 我没有吃肉 不敢吃肉 这也是个问题 对 其实不是说不可以吃肉 嗯 除非你真的是宗教问题啦 你真的是很虔诚的宗教问题 你不吃肉啦 不然的话 你要吃适当的肉 那适当的肉大概怎么样 就是333家的原则 对对对对 可以再在那个复习一下 对 就是要吃点肉 一定的肉 因为他我们身体才需要 因为每天都会有那个 呃代谢掉 对 这些细胞啊 这些这些东西 那你要补充它 对 好 所以你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激扫症的一个问题 好 啊 但是呢 如果说呃 呃 我们如果说 基本上这个问题不是呃 我们都有做到 对不对 那我们还要做一个适当的运动 嗯 那运动的话呢 就就比较简单的 你要去晒晒太阳 嗯 晒晒步 嗯 然后做一些就是 简单的一些会让你稍微喘一点点的 喘一点点的 喘一点点的 就是有点心 心肺功能 喘一点点的那种 健肿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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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的就可以了 哦 也不要太激烈 不用太激烈 不用太激烈 哦 然后呢 然后就是那个 做一点点那个 如果你可以的话 可以的话做一点像深蹲的那种动作 哦 强化一下你的那个 肌耐力 膝盖那边的肌肉的那个 那个肌力 跟肌耐力 啊如果你不行的话呢 我们就做简单的 嗯 方式就是你坐在 千万不要硬撑 对 你就坐在椅子上 哦 这就是我们的脚嘛 嗯 膝盖的位置 你就是做 伸直就好 哦 这样踢出去就对了 伸直 伸直 然后伸直呢 你就要粗力 你会看得到你的那个膝盖那边 上面那个我们讲那个叫做 股四头肌 嗯 有浮起来 粗力那种感觉 嗯 嘿 那个感觉 那粗力 可以停十秒 哦 停十秒 停十秒 就是这样子 伸直 嘿 停十秒 再放松 这样 对对对 这样子就可以做 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 膝盖 膝盖上方这个叫那个大腿的 股四头肌肌群的训练 嗯 那如果你更可以的人呢 你就是 伸直之后呢 嗯 你稍微 嗯 往上抬 嗯 哦 这边会同时会加 再加上 嗯 比较靠近我们这个 呃 骨关节 嗯 髖关节这边的肌肉的一个收缩 所以 你建议大家如果要预防的话 嗯 就是 你如果真的已经得到 先去看医生 哦 你真的有关节炎的话 先去看医生 看医生怎么给你 对 因为 刚刚讲到了嘛 关节炎 它不是只有退化性关节炎而已 它还有 运动性 还有问题 因为刚才讲 我们看到那个图子上面以前的 它有运动的问题 嗯 那它有那个 还有那个代谢型的问题 嗯 代谢的问题 还有那个 免疫系统的问题 免疫系统也可能产生关节 免疫系统的问题 对 所以 这个要去做辨别出来之后 才知道说到底是属于什么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 对 如果说像刚才讲 像风湿那种问题的话 你不要随便乱运动 不要随便乱认孚 对 如果是免疫系统造成的问题 对 你 你做这些后面的物理治疗都没有用 你必须去做一些那个 那个 你的免疫系统的调节 对 那个才是根本 对 那才是根本 才是根本的控制 不然只是舒缓而已 对 当然是我们做物理治疗 那些都是舒缓 对 对 目前的疗法都是舒缓 但是 如果说你的问题 是不是我们刚才 我们现在在讲的退化性的问题的话 老化的问题的话 是那些病的问题 有所有 那个 在期间的当中啊 你如果用错的方式 会更严重 会更严重 对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知道 就是 一定要让 去跟医师好好的 鉴别诊断讨论 我们 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教大家怎么预防 那要怎么预防 预防的话 就刚才我们讲的啊 其实 治疗 跟预防 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的 戴户膝那些呢 户膝可以 户膝可以 但是户膝的话 它是说 你譬如说 你有运动习惯 你就把它穿着去运动 散步 如果你想要喜欢爬山 你就穿着去爬山 我前几天看到有一篇报导 就是说 就是 现在的一些医学专家 都建议大家不要去跑马拉松 对 说跑马拉松会造成你的身体的一直碰撞啊 嗯 一直 好像被车撞 那意思是一样 就是 你的脚一直这样子踏踏 一直蹬 一直蹬 蹬久了 这个地方 那个膝关节会坏掉 嗯 这个是真的吗 以你专业的角度来看 呃 理论上啦 理论上 像马拉松那种啊 它是比较长时间的跑 嗯 如果说真的是你们在跑马拉松的话 跑马拉松它不是有什么10K啊 还是什么 对 20K 42K 全马这种的 那 如果你只是 你们在操场那种跑一跑的 轻轻松松跑的 这个我觉得倒是无可厚非 那个都还好 嗯 但是如果说你的目标就像马拉松这种的 长时间的 那可能跑下来都一个小时多的那种 哦 不止哦 对 有的是 哦 那个是全走级的 那个比较短一点 对 我们可能跑下来都两个小时那种的 嗯 那个我就不建议啦 嗯 不建议啦 对 因为其实你也不管说 其实我们 不只是跑步 嗯 其实我们走路对关节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的 对 你爬楼梯 下楼梯 爬山 其实都是一个 对 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动作 你可以讲的爬楼梯 嗯 明确的数字 我 我现在没有记得很清楚 大概 爬楼梯对关节的压力 它可能是两倍 体重 应该是不止 瞬间压力 我们讲瞬间压力 是两倍的体重 就是你踩上去那时候 对膝盖的瞬间压力是两倍到三倍 嗯 如果你又是做比较高 呃 阶梯比较高的啊 嗯 或者是你啊 往下的动作的时候呢 我记得好像是 可以到五倍到七倍 哦 那你如果七十公斤不就下去那一瞬间是三百五十公斤 对 五倍到七倍 哇 然后这个也包含到我们可以推广到我们的腰 腰也是在 嘿嘿嘿 推广到我们的颈部 嗯 嘿 你做这些动作 都有几倍数的你的 几相 局部的公斤数的压抑在上面 哦 所以哦 就是 运动还是要考量自身的状况 对 因为 我们哦 如果身体的这个肌肉量不够的话 你去做那些比较重度的 对 这个运动哦 你是其实是在伤害你的关节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关节炎 嗯 就是我们 适当的减肥 对 你减肥是 减肥是最重要 减重 对 减肥是最重要 所以减肥 就是要3333 有问题可以跟我们 我们可以教你怎么吃3333 嗯 那刚刚有讲到说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对 大家可以到这个外面 去买类似这种所谓的优质蛋白粉 这个是我 特别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蛋白粉 你看到 呃我们算是 哦 这个年纪还保持身材还保持还还不错的一个族群 就是因为我们哦 有非常好的蛋白质的补充 但是蛋白质的补充不是叫你去吃高蛋白哦 比如说去吃很多鹅啊啦很多蛤蟆啦 或龙虾啦 或吃了一堆牛肉不是 是要补充优质的蛋白是你的人体要有办法吸收的蛋白质 哦那拜科技所赐 我们现在有办法用最好的方式 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去取得最大量的蛋白质 哦那这是我们哦 今天特别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哦 这个产品哦 有问题的话欢迎跟我们联络哦 那今天的这个智琳的健康时间哦 关于这个关节也如果大家 有问题可以在下面哦 在留言我们会一一的为大家来解答哦 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的议题想要讨论哦 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们下一次就列为议题跟大家分享哦 那今天的这个智琳的健康时间我们就到这里咯 我们欢迎两个礼拜以后哦 帮我们分享出去我们两个礼拜以后 再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我靠你都看完了还不赶快订阅 赶快订阅吧 赶快订阅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